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想和大家做一個意大利最出名的甜品 Tiramisu 坊間都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有些是做到蛋糕 有些是一坨一坨 我這次這個就算是比較傳統 也是吃起來很滑的 還有份量都很容易控制 我亦都會做兩款 一款就是傳統Tiramisu 另一款就是綠茶Tiramisu 事不宜遲 看看如何做 Come on in 今次我做的是四人份量 大概做到四五杯 首先我們要準備雞蛋一隻 先把蛋黃和蛋白分開 蛋黃加3茶匙糖 然後發勻 發勻完之後就加主角Mascarpone Cheese 這個芝士一定要有 接著就加Double Cream 這兩個份量都是250克 有這個包裝買的 那就剛剛好 我們用半條雲呢拿一條 拿刀在中間湯開 然後用刀背 把裡面的雲呢拿刮出來 放進去 半條已經夠了 很香 把我們的Mascarpone和Cream 攪拌到很滑 這樣就很滑 蛋白我們都會用的 蛋白我們加少許的檸檬汁 然後把它發勻 打到它一個Soft Peek的狀態 你用打蛋器當然也可以 那我就用手其實都很快 幾分鐘都可以做到 Soft Peek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加上 剛剛打好的Cream 裡面 慢慢慢慢摺進去 就不要太大力攪拌 因為空氣就會沒有了 摺完進去呢 接著呢 就有一個非常軟滑 也是輕身的一個Cream Cheese 這個Cream Cheese就完成了 好 那就做傳統味 那就是要咖啡 黑咖啡已經可以了 那你自己沖也可以 或者你買罐裝也可以 那就加大概兩三茶匙的糖 視乎你喜歡的甜度 接著就加咖啡酒 那這個咖啡酒呢 又是你自己喜歡 都是二三十毫升啊 或者你喜歡酒味重的 也可以加多一點 接著呢 我們就要準備一個 Saviyade 一個Lady Finger 就是一個手指餅 這個呢 也是在控陪店會買到的 或者超級市場都有的 好了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組合 我們這個Tiramisu 那你準備一個容器 玻璃杯也可以 瓶也可以 或者茶杯啊 碗啊 無所謂的 接著呢 把一點點的芝士 塗在底裡 然後呢 把你的手指餅 好像響鈴一樣 你浸一浸 很快就可以了 不要浸太久 因為你一浸太久呢 它就會爛了 真的跟響鈴差不多 那你浸一浸的時候 然後呢 就可以把它放進那個容器裡面 然後呢 再塗 芝士 一層一層 大概兩三層左右 視乎你的容器那個深淺程度 其實一兩層都可以的 接著呢 可以像我一樣 就等一等它 將裡面的空氣呢 將裡面的空氣呢 就把它倒出來 之後將整個容器 塗均勻之後呢 那我們最後呢 最後呢 在上面 就可以刨一些黑朱古力上去 你喜歡用可粉也可以的 那我個人就喜歡用黑朱古力 對了 那麼呢 好快呢 這個傳統的Tiramisu 就完成了 可以說得上是無懈可擊的 這個 簡直是我最喜歡吃的甜品 綠茶又怎麼做呢 這個做法其實也是一樣的 純粹是你浸那個液體 變成一個綠茶 將抹茶粉 開水 就不要開太熱 應該70度80度就可以了 開均勻之後 也是加一點糖 這個呢 就沒有酒的 不過如果你喜歡下酒當然可以了 綠茶配威士忌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也都是啦 將它們一層一層 好像層層疊一樣 塗一層 芝士在底下 然後呢 將這個手指餅 好像響鈴一樣 浸一浸 不要浸太久 要不然會懶得 然後呢 就砌入容器裡 然後再一層的芝士 一層的手指餅 最後將整個容器塗滿 最後呢 我們在上面 這次就不是撒朱古力 而是撒抹茶粉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也是非常之美 那你不用抹茶 其實都可以的 你可以用 是啊 你想要什麼都可以 烏龍茶 或者培茶 甚至白鳥茶粉 都有的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大家試完呢 都可以告訴我 好不好吃 那我當然自己 就喜歡吃 原味多一點 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這兩款 非常之美 都好容易做 適合大家去派對的時候 或者宴會的時候 做給你的親朋式友吃 都可以 好了 多謝大家收看 今次的分享 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